謝謝 好 我們開始 感謝大家今天報告 來聽師弟陽仔內外六四的這個 我們剛才說一次 說一次外六四 說一次內六四 這次農所 跟創婦的金融不要說 這是可以說這內外六四 就是說 十一住行 大很重要 要怎麼買一間好處 要怎麼判斷一間好處 那麼在說這個 重要的事情 因為大家都不滿 所以要對簡單的成功 好 待會兒聽得比較有 這是 最基本的 地理書 秀名 佛歌 這個叫通識學科 一定都叫這樣 這是 冬邊 帽 土 塞邊 牛 雞 所以這條線是地平線 貓牛是地平線 這條線是植物線 植物線是人房 我們一般的武術 從水開始 北邊屬水 那麼 我們十二生肖是怎麼來的呢 十二生肖 就是 事實上它是天干地支 那天干地支 我們這個學問是幾千年前 福西市一直流傳下來 周一發現的 議員那些什麼 是不是叫我 福西市那天 發見 因為 我們都在政經 而且以前武術是為帝王服務而已 所以一些學問不能流出來民間 那因為朝代更替 有一些青天見 有一些懂武術的人 絕後到民間之後 他為了要把這個 讓大家普及化 在農業社會的基礎下 很多人不懂事 可以政策而已 所以 把地支 加禽加粗化 把它互發 那些農夫 那些不懂事就贏了 所以 這個原理是這樣 住就是牛市 農市農業社會 你覺得會對 除了這個領域王 農市帝王的象徵 既然是天公 在特殊的地語 地語風水的解釋 成是天鋼 虛是天魁 一處以五三後四頭 五年六十七八八 九九十幾十一九十幾地 那我剛剛有講 這個毛友是地平線 所以這個下面是鋼 沒有看到鏡頭 這是初更天 二更天 三更天 四更天 五更天 來 天公媽 天公媽 日出生 日中午 像有一個藝人 叫吳馬 吳馬 應該是回來了 他爸爸給他這個 那個是藝民 他給他這個名 一定是 他僵火 或是他的八里要用火 所以他用這個意名 用名來做完 來 這個米 第二心 三點到五點 點燈油 他有一些是有押韻的 所以這個是十二生肖 那麼我們時常每天都在看 每天都在幫人家服務 每天在讀書 我們的職業反應就 所以我們這點就是 七點八九點 他就是細胞 生胸就是最高 他是鼓勵的高 這個聽懂比較重要 這不用去記 你記聽得很辛苦 聽得懂比較重要 所以十二生肖 分配十二地制在農業社會 六月 再來呢 就是月份 我們現在是 既月但是 六月但是 這期還不夠 少數了 我現在有既月 六月就是米 那麼六月的米是什麼意思呢 現在的北斗七星的第一顆星 它有多少 一二三四五六七 這個叫朵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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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示這第七顆星 事實上是第一顆啦 指向西南 那些如果起床 這起床就到了 有人在歷史以來都這樣 有人在歷史以來都這樣 那麼剛好這個月的太陽 經過換算 太陽在地球的公轉上 四路徑 黃刀四路徑也在歷 如果你有研究過指揮朵素 就會知道 太陽跟太陰在醜味同工 因為我在這裡黑了 只有 只有 那個北斗七星 只有這一顆星 那個在歷這個時候 西南這個時候會跟太陽會合 所以營養交會在醜味 在這裡合 在這裡也會合 所以我們現在是六月 七月 八月 九月 十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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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天的十二個時間 他是固定的 這個時間換算 我們現在是幾點 五點多 現在是有時 有時 所以你們如果這個時間要問事情 以六年來說這個月是未將 這個比要加在一個頂面 比心優術海豬跳開你的太極盤 剛剛這個是時間 那麼子慈他比較麻煩 子慈在巴治有個學說 就是說我們現在的西洋的科學知識 是十二點焦高雲 會用十二點高雲 那麼伯父他就把十二點進行 算十五年晚的晚主席 這個十二點以後 凌晨十二點以後算今天那個早主席 這樣是不對的 時間物質的運動時間的進程 是連續性的不能把它切成一半 那子慈變成在頭尾 沒有接在一起 這樣大概懂嗎 過十一點就是叫明天啊 就是指使 那錯時 六天營 三點到五點 五點到七點 七點到九點成時 九點到十一點四時 五時 十一點到一點 這個也都是固定的 等一下我們會講到這個 我們今天上了 就是第一頁 獎益的第一頁 八宅明鏡 八宅明鏡跟大家介紹一下 八宅明鏡是當 現在目前入世庫全書 世庫全書知道 這是乾隆時代那時候 他吩咐紀小蘭 你把他編傳一個 當時的圖書大成 當時的圖書大成 然後紀小蘭這個人 他是總編傳 他好像是很多官職啊 大學士啊 他也懂天文地理 他也懂天文地理 他懂六任 同時也懂 齊門頓起來 懂很多 那八宅明鏡 他是在那個時候 在唐朝 他是唐朝這個 楊松云這個果師 他發明一個 地理風水的理論 然後到清朝 因為乾隆紀小蘭 把他編入到 世庫全書的金石子集 世庫全書有金部 史部 子部跟極部 我們的樹樹類 在子部 租博的所屬裡 可以看到八宅明鏡 那在 世庫全書找 可以看得到八宅明鏡是什麼意思 就是 那時候學說想突破的 因為風格發聲 這時候 所有的各行各業想突破的 那時候的科學跟哲學的大臣 都會對管風格發聲 那一路三 三個中央高級誰就 這有夠價 把它變進去 所以這個是 算當時的國學 看風水的國學 是那個八宅明鏡 那這個八卦 有八卦 一卦 一卦 是不是四十五度 這件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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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些帽 這件帽 甘梗堆 這個叫西施宅 報應不要緊 今天要聽這個 今天聽這個歌是跌斷兩萬 外面最八宅民進 當然它是 八宅民進不是只有八煞 不是只有五房煞 它還有裡面的佈局 那這一套學說是 大概在我民國80年 學弟理工水畢業 那時候是只三萬塊 同樣的內容 隔壹年老書行運 比十萬 一樣的內容 就是那時候有學到鷹宅 大部分70%是鷹宅 30%是八煞民進 這個東四宅 坎里正衰 這個也都是古典的 坎在這裡 坎里正衰 所以就是這四的一國 這三平跟這個 這三平跟這個 先做這樣子的認識 東西四宅 那麼這個 這比較複雜 這不要管它 四極方 就是要 符慧延免生氣天衣 他的名稱 四兄方就是 五鬼六煞 絕命破壞 絕命最不好 對 因為那時候的人文素質 他要 加強語氣 要自己說 這是不好的方位 要注意 所以他看這個名稱 就知道不好 比方說天衣 譬如說 你家裡 有人 酒餅 不容易他會喝水 喝得再來 喝得再來 要調理 那你在他的房間 你要擺掉 擺運動器材 就是要擺這個位置 那這個位置要換算 聽到你才能換算 就是天衣 那如果不一樣的 要注意這個位置 炎鳥 那如果要生孩子 要生氣 那其他都是不好的 不好的 八宅民進一個原則 胸方要進 脊方要動 對我們流離要動 動才會生和人 你叫人的 要經常要叫人 這個很好理解嗎 好這個是八宅民進 坎 里 正 所以你把這個命 改成宅 筍退 坎退 那這個藍色跟白色就是 兩個 八宅民進分兩個 四名三專家 Bird上哪一個岸 這個叫做 幾個 八公 三三三 十二六到八公 就是說 它怎麼換算都是 比方說 這個做主體 它這個做氣槽 比方說這個 撫慰 撫慰就是蓋上 我們在任何一個空間 全世界都一樣 要留在空間的事項就蓋在蒙 蒙在地理風水還是蓋上 所有的結鄉都要對那裡看 都要對那裡擺 擺他的生氣在哪裡 嚴念在哪裡 絕命在哪裡 無鬼在哪裡 有固定的一個百分 所以這個氣候如果北平開門 會有的當病一定是天意 生氣 當然生氣 當病嚴念 他意思是這樣 就是說你不管哪一個 只要是當世界的感覺 你不管對一個氣候 生氣 嚴年 天意 都在那裡 要怎麼聽 誰聽 比如說符位在這裡對不對 當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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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病 是不是港國的 是不是天意 嚴年 生氣 都在那裡走 要怎麼聽 聽有話說喔 港國的生氣 天意 嚴年 這三氣味都固定在那裡走 比方說 梨掛做符位 天意 天意 嚴年 生氣 也是在北邊 東邊 東南邊 對不對 這樣你就知道 港國的要拜好位 拜對我們優利的東西 譬如說 我現在預測你的時運 你要擁抱 要擁抱你這個氣候 判算出來 你的東邊剛好是生氣的話 東邊是生氣喔 在這邊 譬如說 你是南邊做氣候 你現在五行要擁抱 你這個客廳 你這個房間 我就叫你 買木製藝品 虛擺 要聽好嗎 地理書你翻牆手就是翻這個 要有別人的病 那是宿來比較好病 我們現在民主社會嘛 你如果所有群眾以外 都很難用 以前不是 因為這東西是唐朝的 它電下來的學術嘛 以前的緣威 以前移來去地理書 射散的是緣威 那地理書就覺得 地理書就覺得說 不可以關起來 水塗一顆痠去跟土耳餁 這裡不能關起來 那顆痠去比較多 以前是這樣 我們現在沒辦法這樣 就是說 你騎什麼時運在外流書判斷 判斷出來 所以在內流書 比較好做 內流書就是 就是問路十多百分百數 你的五種留書 五種留書很重要 我們早上起來 會不會回來 都和我們息息相關 所以內流書都對 我們自己能創造 其實是尖三十分 尖三十分 五種留書尖七十分 一邊的這間廚